这段生命就像虎蛇 生命天使与你共同关心这世界 阿弥陀佛 法师各位菩萨大的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要一起再来学习智者大师的六庙门 我们是依照六庙门里面的赤地相生六庙门 来了解六庙门为主的禅修的方法 是从把我们的心专注在鼠息 用呼吸为专注的对象 然后鼠呼吸的一路一出 专注不放 这样子来训练我们 从平常心是容易妄想散乱的这样的情况 就学习集中我们的心念 然后从鼠息以后 渐渐的心 好像一条绳子可以来 细柱不会乱跑 就可以不属而随呼吸 随习 随习 已经是心有比较安定的状态 慢慢的我们的心变成比较习惯安定 那不会常常一直想着这一些的意念妄想 而不能够停止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入止 止的时候呢 那就是我们的心比较习惯于安定 也就是我们自己能够有自己 可以掌握我们心的力量 所以是我们的心的力量 自己的力量提起了 所以这个时候是止 那止因为没有真正 可以解决我们自己的贪生之烦恼的能力 所以止只是暂时性的 让我们的妄想 没有对我们起大的作用而已 所以还要再进一步到惯 那惯的时候呢 也就是我们自己本身 可以在安定之中的基础 再来观察我们心里有念头起的时候 它的本质 所以能够观察我们的心念 它的本质是空的 是因缘法 就是念头都是因为我们在六根六成对境的时候 我们起种种的这一些的分别念头 那这一些都是因为有外境而生的 所以它本身呢是因缘而生 那因缘它是一个实际性的 那因缘没有的时候 本来也没有任何的法存在 所以我们的念头的缘起 它本身呢就是不实际的 不是真实的 那这个意思就是 它不是永远都存在 只是因缘实际性的 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而已 那那个时间已经转移了 也就没有了 所以惯就是培养我们能够观察 我们内心的这样的本质 那能够去除我们心里的 这一些无名 所以从惯它才是真正佛法 要让我们学起禅修 要起这种断烦恼的作用 那再来呢 我们第五的妙门就是还 那还的时候呢 它是因为要针对我们本性的亲近 而把我们所起的一属二随三子四冠 这样子的一种作用力呢 要把它还原 所以还 那从修还 就是要能够让我们对能观属观 因为从止到惯呢 我们就是有一个能观察的能力 然后有被我们观察的这些的现象 这个静 那现在还呢 就是把能观所观都要把它破除 所以没有对待 所以在修还之后呢 就要回归到静 所以我们接着的第六呢 应该就是要讲静 就是清静 就是回归我们本性的清静 那因为我们上一个单元呢 有跟大家讲解了智者大师 他在另外两部也是修禅的著作里面 都强调 修禅的时候要有正确的动机 观念 那我们上个礼拜呢 就是有依照这两部的著作里面 其中的修禅波罗蜜 就是禅波罗蜜 这一部里面的前面 就是四禅波罗蜜 就是解释六度波罗蜜 这一部里面的禅定波罗蜜 那这个是智者大师 他初期的作品 他把当时我们中国佛教 所接受到的佛陀所教的禅法的经典 里面的方法呢 他把它整理 所以示禅波罗蜜 解释禅定波罗蜜 那另外一部是摩霍指冠 是智者大师呢 在他往生前三年 最后一部的讲指冠的著作 那这两部都有讲到 就是一位发菩提心要修菩萨行的行者 那么要修禅定波罗蜜呢 要先观察自己要修禅定的动机 那我们的心是怎么样来修禅定 因为这个会影响我们的果报 就是修禅我们一开始 虽然也不是非常的了解 或者是我们才刚刚才要开始嘛 可是呢 我们就要把我们的心念动机 就要保持正确的动机 那这样的时候我们在学习的过程 虽然有我们的次第 然后有很多的功夫要做 可是呢 我们的心念已经是正确的 那不管我们花多少的时间 那我们的次第要修多少的功夫 可是呢 我们终究到最后 我们的究竟目标呢 就是修菩萨行成佛 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所以呢 智者大师呢 他就是在这两部的作品里面呢 特别就解释了十种不正确的发心 来修禅定波罗蜜粉 然后讲了十种不正确的以后呢 就再告诉我们 就是正确的修禅定的心态动机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还是把上个单元 我们还没有讲完的部分 我们先接着解释 那上一次我们谈到的第一个 不正确的动机呢 就是修禅定是为了利养 想要得到利益 或是人家的供养 那这个呢 就是这样子的发心修禅呢 就是属于地狱的心 地狱的果报 因为贪心 然后第二个是发邪位心 是为了明文 就是人家的赞叹 或是有名声 这是发的是鬼神心 因为是执着有一个我 就是要成就一个有名 所以这个是发鬼神心 那第三呢 是为了眷属 就是禅定的修学呢 是希望说他有这样的一种禅定功夫啊 就让人家羡慕而愿意拜他为师啊 就做他的徒弟啦 那这样子呢 就希望有很多的眷属 好像被他所拆遣 那这样子就是发畜生的心 这个时候我们上个礼拜也解释过了啊 那第四呢 就是为了嫉妒圣他 就是要强过别人 就是以自己的禅修的功夫呢 就觉得我慢很骄傲 就觉得圣人一等啊 那这样子发心来修禅的人呢 就是阿修罗的心 修罗心 那第五呢 就是是为了惧怕恶道的苦 所以呢 他要脱离这个苦 所以他要为了要离苦而修善行 那这个呢 发心修禅的人呢 就是发人心 就是会成为人 也就是说 他发了这样子的一个想要修善而离开苦 那这些是因为有所为了 就是看到的这样子的一个层次呢 他还是有违法 那我们上一次讲到这里呢 也有谈到 就是说 本来呢 在我们世间能够行善 止恶 是已经是善人了 不错了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 在学佛的究竟的目标 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说 除了行善止恶 我们还要有定跟慧嘛 有没有 所以在修善而止恶呢 是属于戒 所以我们说戒呢 从消极来说 是防非 就是止恶 那积极来说呢 就是要行善 那这个部分呢 在我们世间呢 是应该要鼓励 要鼓励的 所以从第五以上呢 他应该就是在六道里面的善道 善道 可是我们是以佛法的一个观念 还有佛所正道的境界 来让我们了解说 学佛的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是从好 从善 还要求更好 所以善中善 善里面还要再求更积极的善 所以 这样子的善呢 是能够让我们 能够究竟 离苦得乐的 因为 我们在有违法里面说 我们 赶快跟人家解散缘 修散 不要做恶 可是呢 我们对真理没有了解清楚 像我们在世间法里面 有的人好像跟我们很有缘 那我们都很愿意去赞助他 结果他呢 不是那么清楚 他所做的事情 还是有肉啊 所以 我们跟他结的贡业 我们跟他结的善缘 变成我们也要承受恶报 也有果报 所以 就是 我们本身没有办法看清楚 所以 在这样子的善跟恶里面 他已经是 已经有人的这样的善 善的果报 所以 所以 比起善恶 道来说呢 已经是 善 是好的了 至少我们有人生嘛 所以 这个是我们 做人的基础 那 学佛就是要从做人的基础 我们还要再超越 所以从六道 三二道 三三道 然后呢 还要再求四圣 有没有 所以 学佛 就是六道四圣 是十法界 都是在我们的一心里面 学习的 从我们的心去修炼的 所以 在 智者大师呢 提出来的 这十个 不正确的修禅的一个心念呢 基本上 也是 从我们 就是 十法界的这样的心 太 不正确的 他列出这十种出来 那 那 再来呢 第六个 就是 善心 安乐固 发心修禅 多数 发六欲天心 就是说 那我们也是 都是行善为多 然后呢 只是希望我们的心啊 好像得到一点清安 我们修禅定时觉得说 我醉醋 我觉得心也蛮清安的 然后呢 我也不用再去求什么 那这样的时候 也是 没有再提升到究竟圆满 所以 以上 来对照下面 那 这个呢 也 不是 究竟之道 所以 这个是属于六欲天 那我们说六欲天呢 是还在欲界 所以叫六欲 那种欲界天啊 是欲界、色界、无色界 那都还没有解脱烦恼啊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也是不正确的 那 我们再看第七 第七呢 就是为了得到 四立志在故 发心修禅 那多数摩螺心 摩螺就是摩啦 摩就是摩 像 释迦牟尼佛 在菩提树下 成等正觉之前啊 就是颇寻 这是魔王 魔王呢 就来考他 那 因为 魔王最怕 眾生学佛 因为没有学佛的时候 眾生啊 烦恼妄想啊 贪嗔痴啊 那 都跟魔 就是相应 所以叫做魔子魔孙 魔子魔孙 就是我们的念头 我们的这一些的这种不好的 都是跟魔相应 所以叫魔王 他就六欲天主 那他呢 他就是有自在 自在就是他自己可以变化 他自己 他可以变化别人 所以变化成他自己喜欢的境界 所以呢 他也有自自立自在 就是自立自在 我们大部分就是自在天 自在天王 他可以化现 他自己喜欢的境界 可是呢 他的心 还是有要掌控别人 他的心没有断除贪欲 没有断除这些称恨的心 所以呢 他虽然有禅修 有定力 可是呢 他的定力是变成增长 他自己的贪生痴的作用 所以 我们要知道 他发心不对 他有一些的禅定的力量 他没有断除贪生痴 他没有制服他的贪生痴 而且他的观念上面也不愿意去断除 像我们在学佛的过程 我们还没有断除贪生痴 那断除贪生痴的时候 我们就是种到欧罗汉果 可是我们观念 我们接受佛的教法 从文施修来起修 所以从文施 我们还没有正道 那我们还在修 可是 我们自己本身会观察自己 那如果有这种要违犯的事情 我们也不敢做 所以用戒 就有个戒在那里 只住我们 就不能做 那如果透过禅修 在有智慧的时候 就变成说 我们自己就有能力 就把这一些染污的成分 就看破了 就不会随着这个贪生痴的 这一些的染污的成分去执行 因为贪生痴就是从我们的念头来的 从我们的情绪来的 那禅修就是要这个念头纠正 还有从我们的情绪的 这一些的贪生痴的成分 我们要去安定它 然后看破它 是这样子 那魔王这样的心 他就是不愿意去矫正 所以他运用他的贪生痴 他反而可以控制别人 是这样 所以很可怕 所以同样在修禅修 同样在学禅修 我们在修禅修 我们也要知道 我们自己本身 不要发这样的摩罗的心 是这样的 我有了这个禅修以后 那我们动一个念 哇 就变成很有力量 他说 他禅修很好 他就想说 嗯 那个人欺负我 我真希望他受到什么爆 结果 隔一天听到 那个人真的 哇 发生什么事情 哇 他就觉得说 嗯 我的念头好有力量 错了 他还在害人啊 他的贪念 他的称恨的心 就真的有力量 那很可怕 那那个爆又更大 是吧 但是无形中 他的念力就害人了 所以我们这个念头也要小心 所以我告诉我们因果法 修禅修也要依照因果法 不是就没有果报 因果就是我们造的是什么 因是害人的 因虽然是用念头去害人 也不行 所以在佛法的禅修是要清净型的 定中要观察到自己的起心动念 是不是有这一些贪生吃染污的成分在 所以 一样修禅修 他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还要分得清楚啊 所以不是说 哦 这个人修禅修 哇 他好像又会什么 又会什么 又能怎么 能怎么 这个 你还要看他的动机 他真正的心的动念是什么 是为了立养吗 为了明文吗 为了眷属吗 或者是乃至为了要自己要控制别人 这一些 那再看第八 是为得立志 结极固 这个是为了要得到有自己有神通 基本上就是立志结极 很立 敏立的志 就是他可以观察到一切现象 乃至 也可以了解一下人家的心 心念懂什么 那结极呢 也是他的动作很快 心念很快 那他就是想在安定里面 他有这种好像一些无形的力量 是这样 那这样就是发外道的心 外道 外道就是有所求嘛 他就是希望得到安定的禅定的功夫呢 他是间接性的 他在修的时候都不想 然后呢 就把他自己所求的 要练到的功夫 或者怎么样 他就是安定心里面呢 就在操练 就在练 能够去听到什么声音 或是能够去知道人家在想什么 这个 是有点像 像说他心通 数字通 可是这些 也并不是说 他所看到的是绝对的真相 他只是看到一部分的现象而已 那这样子呢 来求禅定 就是外道的心 这个也是很可怕 那第九呢 就是生梵天处 用这样子的祈求的愿望来修禅 这样子就是属于发色无色戒的心 也就是色戒跟无色戒 就是能够正道梵天 就是想要升天 这个做天王 做这个 这个 这个 犯天 就是属于 欲戒以上的 真正的禅定的 路禅定境界的天界 那我们说的这一些 色戒无色戒啊 每一个戒都有不同的 他的这个天啊 那我们是希望说 得到天这样子的福报啊 然后有这样子的天的自在啊 天的寿命啊 然后呢要去学修禅定 那这样子也是一个 有漏的 所以呢 这个也是属于不正确的 所以第九是发色戒无色戒心 那第十呢 第十呢 第十 是为了度老病死苦 为了要度我们有生老病死苦啊 那想要得到涅槃及境 这样的境界啊 来发心修禅 那这个就属于二秤心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就看到 那是在 死法界里面 已经 入圣了 入圣 就是 欧罗汉果啦 二秤人 欧罗汉果跟 圆绝 所以这边 就 举欧罗汉果 就是度 生了 病死苦 我们本来说有八苦啊 那 我们人生的基本的苦是 老 病 死 生苦 生我们大概已经 被生了以后 有忘了啦 大概不太记得我们 被生的时候的情况 可是 你看得到别人被生 小孩子被生 尤其是做妈妈的 你知道 不只是小孩苦 妈妈也苦 生的苦 老的过程 也是苦 病更苦 死最大的苦 所以有的人还以为说 死 有什么了不起啊 就 两腿一伸 两手一张 就死了 那这样都还算好死 所以有的人说 不敢想啊 不要想 其实 我们应该是要多想 那最主要的是说 我们怎么样子能够 在死的过程 自己能够 比较安定 然后自己能够有一个把柄 所以 奥密陀经里面 就是说 如果我们 能够念佛 念到一心不乱 那阿彌陀佛 及诸大菩萨呢 都现在其前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 灵命中时 心不颠倒 就可以 往生西方 其类的事情 那那个真的 就是有把柄 那禅修 跟阿彌陀经里面 所说的 一心不乱 实际上 用念佛 也就达到禅修的境界 就是在这里 一心不乱 那禅修也是 要让我们修到 一心不乱 那只是说禅修呢 他把我们在修的过程 那一步一步带领 我们怎么样子 直接就去 专注我们的心 让我们的心 能够一心不乱 可是一心不乱 就是跟我们到最后六庙门 到清静的庙门 是这样子 我们在念佛 实际上 也可以是 褚席 然后垂席 那指跟灌 他是结合在一起 有时间我们可以再 把念佛跟这个六庙门 配合起来 是这样子 那我们念佛念到 心里安定了 然后我们自己清清楚楚 能够知道自己在念佛一句佛号 都是很清楚的 就是怪 那到我们把佛号放下 就还了 然后从念佛念到我们的心 一心不乱的时候 佛号跟我们的心结合在一起 就是静 是这样 简单这样子了解一下 所以 在这里我们要讲的是说 那如果我们修禅修 我们的心 是为了要度老病死 那这样的时候 就是等于是 要得到欧罗汉国 或者是 原觉辟知佛国 这两种 二证人的心 那对我们学佛来说 能够发这样的心都很不错了 那为什么说这样子是不正确的 也就是说 我们是以修菩萨行 成佛为我们的目标 所以我们的心 我们都要知道 我们的究竟目标是什么 那这样子的时候 在我们的过程 我们还没有修正到的时候 我们都怀着一个菩萨的心 菩提心 发菩提心 这样的心态来学习 那这样就不一样 这样的时候就是 我们在过程里面 我们的力量还不够 可是我们也愿意 从我们现在现有的力量来做 来修行 来帮助别人 最主要的是在一种发心 利他的这样的一个考量 在这里 那就这段过程里面 如果我们是发的恶正人的心 我们自己可以了 那是很了不起 可是呢 我们对别人是不关心的 那就差很多 那这样的时候 佛就是说 那这样的时候 你只度了你自己 那佛要教导众生 最主要的是 大家都希望能够像佛一样 因为佛他自己治疗了以后 还要觉他 觉性圆满 是这样 所以 是从佛教化的一个 的一种心怀 我们来承 承弃着佛的这样子的一个精神 所以才会说 这第十发恶正人的心 也是不究竟的 是这样 那不然的话呢 我们说 从成就人 或者是能够成天 那这些都不错了 可是他不是究竟的 所以这样子的对照以后呢 这十种发心修禅 我们就知道是 有堕在偏邪 就是不正 或者是乃至到邪 所以 地狱心 鬼神心 畜生心 奥修罗心 或者是魔的心 这些都是邪的 那偏的呢 就是我们发人的心 或者是成天的心 或者是乃至发 要断老病死苦 马上可以得到涅槃寂静的 这样子的恶称人的心 那这个都是偏的 就是没有直接可以 修菩萨行 成佛道的这样的一个究竟 那我们 再要跟大家解释的是 智者大师 他是提出来了 这十种是不正确的动机 修禅修的不正确动机 那到底什么是正确的 那到底什么是正确的 什么是正确的呢 正确的呢 也就是要发四鸿四愿 四鸿四愿 来成就禅定 来修六度波罗蜜 也就是要能够发愿 度化众生 而且能够修六度波罗蜜 也就是说 在六度波罗蜜里面 禅定是很重要 可是呢 我们本身呢 禅定波罗蜜 也要成就整个六度波罗蜜 不失慈戒忍辱 精进 然后智慧 是这样 所以就表示说 整个的禅修的目标 我们是要把它带往 我们学佛的整个的配备 是这样 让我们更有力量 是这样 所以说 要修学禅修呢 我们要先发菩提心 要以行菩萨道为主 而去修禅修 所以大智度论呢 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呢 就会说 那菩萨要度众生啊 为什么又跑到这个深山里面 去修禅定啊 那这个大智度论就解释说 因为菩萨呢 他在定中呢 他也可以度众生 他从安定里面呢 他观察众生的苦 那从大智的观点来看呢 就是在初学的过程 禅修是要用做的 做中修 那到一个阶段之后 就是我们自己掌握了自己能够安定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时候呢 就要在我们的行柱坐卧之中就要修禅定 所以智者大师在小指罐里面呢 跟摸摸指罐里面有前方辨 然后后面有这个正修行 那正修行里面呢 就有做中修跟立元对静修 那立元对静也就是我们的六根的静 还有呢 我们生活里面 行柱坐卧 这一些的缘 那这个里面就要修禅修了 那那个部分呢 就是更大的考验 就不只是 坐下来修禅 在生活里面 能够保持心的安定 能够观察事情的是非 那这些就是真实的静要考验 我们有没有安定的心去观察 那到菩萨真正的大菩萨 就游戏神通了 游戏神通的时候 他可以变化 他的色身呢 是可以入色身三昧 他的色身可以变化 那这些都是传定跟这个 所发的这个菩提心呢 他究竟圆满 所以在智者大师呢 他教导我们修禅定 他也是要观照 我们自己是怎么发心 来修禅定的 那一定要配备 是菩提心 还有发四同四愿 所众生无边四愿度 烦恼无尽四愿段 法门无量四愿学 佛道无上四愿成 那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呢 就是在每一个修学禅定的过程 我们的心都不会 就是好像生起这种 就是不对的这些外道 或者是地狱的心 恶鬼的心 畜生的心 那也不会说 我们是只是要想能够安定 或者是我们只是想成就一个 就是我们自己的果 而是说 这一些都是我们成就菩萨型的配备 这样子 那这样的心 我们的心是活泼泼的 我们的心是一个有爱心的 是这样的 所以看到别人的问题 我们都会起这种关怀 是这样的 那所以从禅修的动机 是很重要的 然后我们也是要 在我们六度波罗蜜 的这样子的配合 也是要行积极的善布施 那也是要持戒 人路精进 然后开智慧 所以这样子结合起来 也就是戒定慧 所以禅修跟整个佛法的修学 就没有偏离了 这样子的心态 我们也要能够掌握得住 那这样的时候 我们才不会觉得说 我们修的禅修以后 被人家讲说 你这个人好怪 平常都很活泼的 现在好像都不讲话 或者是人家跟你 问你什么 你也不答 应该是说 我们以前讲话很多 是散乱心 那现在不太讲话 可是人家问 我们可以很 就是中肯的很恶要的 你也要回答 那你就回答一两句 那你也要有真正有问有答 而且答的对 有智慧 那就是不同 而不是怪 怪怪就不好 而是说 那人家觉得现在蛮有智慧的 是这样 那做事情也越清楚 越勤快 是吧 那有一些事情 能免的 我们就免 那能应该做的 或者是正确的 那我们就要去做 是这样 好 好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 再来 看我们的正文 就是 从六庙门的 四地相生六庙门 我们进入到 第六 就是第六的修禁 我们的进度 应该 就是从第二章的 四地相生六庙门 我们已经进入 最后的阶段 第六的庙门 希望大家都越来越庙 我们心 如果不清净 就不庙 就是庙 所以 我们师父上巧夏云法师 他把他自己的 这个 就是处理事情的 这个我们说办公室 通常都写个办公室 我们师父就取一个庙行堂 他写庙行 庙行堂 就是我们所有做的行为 都要符合庙 这个庙的基本 应该就是清净 没有贪生吃烦恼 很庙 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想说 哎呀不庙啊 就是一定有事情发生 那 第六 我们就从 一属二随三子 四冠五环六境 那这个境呢 就是清净的意思 主要是针对我们 众生本具的本性 他的本质就是清净 释迦 所以释迦牟尼佛 我从菩提树架开悟的时候 就是说一切众生 都有如来的本性 那的觉性 或者是佛性 就是同样的东西 不同的这个名词 来形容他 因为我们的本性呢 他其实是清净的 那他本来是清净的话 就没有说有懒污或是清净 所以他本性如如就是这个样子 那为什么要讲清净 是因为我们众生呢 不知道 保有我们的本性的这样的 本有的清净 我们在对境里面 我们起贪生之烦恼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一直误认为我们的贪生之烦恼 是我们的本性 所以就一直在起作用 所以呢 一直在烦恼 是这样 所以呢 释迦牟尼佛 经过这样累劫的修行啊 他就是让我们众生知道说 我们众生啊 虽然在重重的烦恼里面啊 其实我们的本性还是清净的 所以 从这样子的角度 来看的时候呢 我们所修学的 其实 也就是要来 把我们在无名的时候啊 所造就的这些的烦恼 我们好像要把它 好像要把它洗清一下 要把它洗清一下 所以这样子的过程呢 有一个例子啊 是有点像是我们喝的这个过滤水 如果我们家里有这个滤水心啊 滤水器啊 那这个滤水器呢 他就是把我们这个自来水啊 或是不是很清净的水 那我们就经过这个过滤器 然后就变成是矿泉水 过滤水 那这个水我们就可以喝 那同样是水啊 那有一个是不能喝的 一个是可以喝的 不能喝的就是因为他有杂质 那过滤了以后 他就可以喝了 所以我们在修学 一属二随三子四罐 这个过程好像是在把我们的这个心啊 好像这个滤水器一样把它过滤一下 是这样我们再看看这些杂质嘛 是吧 那还的时候 这个就有差别 为什么要还 这个时候就是要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心啊 它实质上呢 它本质就是清净的 所以只要我们看清楚 我们心里的这一些烦恼本质 不是实质的 不是真实的 就这么是 这样子的一个觉悟的观察的时候 就烦恼即菩提 所以当下就清净 是这样啊 所以这个部分啊 比这个过滤器还厉害 过滤器还要过滤了 好像真的 那个过滤器用完那个过滤心 是要丢掉的 可是我们的心不能丢耶 我们的心不能丢耶 差别就在这里耶 我们就 我们修一修以后就把心换一个 不能换 这样子 这个就很妙了 这真的很妙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是先谈到就是静 这个静的一个 它的本质本意 是在这里 就是要了解到我们的心 本来是清净的 所以才会有寡 这样子 对 不 我 有美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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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会备有消灾超建 欢迎提早填写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尽情佩戴口罩 海神取水欲菊 而问之曰 菊中水多 海水多耶 贤者大约 菊中水多 海神重问 如今所说 未知尘步 贤者大约 此言真谛 不许忘眼 何以明知 海水虽多 并不许忘却 并有枯竭 节欲尽时 两日并出 全员池流 西街汉河 三日初时 猪小河水 西街枯干 四日初时 猪大江海 西街枯竭 五日初时 大海烧箭 六日初时 三分减二 七日初时 海水都尽 虚迷崩坏 下至金刚地际 皆兮焦然 若负友人 能以信心 以医菊水 供养于福 或用师生 或奉父母 或盖贫穷 给予禽兽 此之功德 力竭不尽 以此言之 知海为少 菊水 菊水 为多 佛告阿南 而时 平人 持一瓶水 不识生者 经此 今天夫妇事业 由其前世 持此一金钱 即一瓶水 并此明镜 失众生故 事事端正 身体 身体 尽色 容易 晃于 书庙 无比 九十一节 恒常如是 由于而时 有幸 禁锢 得离生死 戴得应征 阿难当之 一切福德 不可不作 如比凭人 以少事故 乃或如是 无量福报 若父有人 以尽信心 持一菊水 供养于福 或失众生 或奉父母 或乞丐者 乃至情处之类 此之少善正因功能 金鱼 承洁 不能穷尽 诸恶鬼插手 白佛眼 从来饥渴 佛天 中天 辞明一切众生 今次 恶鬼 小饮食 佛与阿难 朱波取水 永不识恶鬼 阿难便朱波取水 与恶鬼 恶鬼白佛眼 今此一波水 不保一人 旷乃八万四千 佛与诸恶鬼 八万四千 作此活水 至心不识 佛及诸弟子 诸八万四千恶鬼 作此活水 常愧不识 以我先世 不不识 今生恶鬼中 如今无所有 持此拨水 不识 佛及诸弟子 识诸恶鬼 原此功德 月笛三恶道后 所生得失 如佛无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